随着美国国会对特朗普的弹劾 在众议院议长佩洛西领导下向前推进 伴随而来的戏剧性和历史性也与日俱增 这是件非常严肃和前进的事 佩洛西和许多民主党人认为特朗普总统滥用权力 向乌克兰施压以调查他的政治对手之一 前副总统拜登 我们宣誓要保护和捍卫宪法 这点不容忽视 当总统的行为表明有必要进行调查和质询时 我们不会置之不顾 众议院共和党人一致反对弹劾总统 众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卡锡说 民主党人试图取消特朗普在2016年大选中取得的胜利 民主党人试图弹劾总统 因为他们害怕无法在投票中击败他 这不是我说的话 这些话来自另一端的民主党同僚 他们曾经三次提出弹劾 特朗普总统在推特上批评弹劾投票 是一起猎屋政治迫害 称反对者长期以来誓言致力将他免职 我经历了穆勒的猎屋 俄罗斯的猎屋 每个星期都有猎屋行动 我说 这周又有什么样的猎屋行动 他们没办法在投票上击败我们 所以他们想尝试用老一套的方法达到我们 他们是一群肮脏的人 美联社华盛顿分社社长朱利佩斯说 众议院的最新一轮投票 推进了特朗普弹劾程序的进行 投票是关于接下来导向的规则 包括公开听证会 以及公众在闭门会议后了解的事情 但有分析人士认为 这次投票为弹劾调查开启了新的篇章 这样做的部分原因 是将流程过渡到下一个阶段 进入更公开的阶段 同时也对共和党人施加压力 不让他们对调查流程提出反驳 也有分析人士认为 这还将持续一段时间 在众议院可能还要花上几个月的时间 这个流程才刚刚开始 如果也在参议院审议 而且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说会审议弹劾 那也要再花上一两个月 因此这个情况可能会持续到明年 众议院针对弹劾总统的投票 等同于对不法行为的控诉或指控 这将导致参议院进行审议 参议员将决定是否将总统免职 有关弹劾调查的公开听证会 预计在本月晚些时候开始 美国之音记者马龙 华盛顿报道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 horse is left to bar you have all of the information you have the whistleblower complaint you have the letter from the ice 感谢观看